好的,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华福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邀请。 我呢,目前是在Patient First Urgent Care的Chantilly中心做主任。 然后呢,在过去的半年里面呢,我也把一些门诊的一些情况呢, 和大家用短视频的方式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 今天呢,可能就在这方面做一个总结, 然后呢,把最新的一些情况告诉给大家。 然后我自己呢,去年4月份的时候呢,也创立了, 就Gen Care Wellness and Ultrasound Center。 这个Center主要是做一些慢病的管理啊, 年检啊,和一些,比如说超声波的这种检查这方面的, 主要是健康维护方面的。 好的,今天的讲座内容呢,我主要分成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哈。 一个呢,是Urgent Care的疯狂,真的是疯狂, 大家待会会感受到哈。 在第二个方面呢,是CDC疫情的一些数据和一些指囊的分析。 第三个呢,如果你个人真的不幸感染了新冠的话呢, 需要如何应对。 然后我从医生的角度和大家分析一下。 之前呢,最近这段时间有一句话非常流行哈,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朋友得新冠,那你就没有朋友。 那这里一个视频呢,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一个形象的说明, 就是如果是要避开这个Omicron是多么的困难哈。 然后呢,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Omicron是多么的困难哈。 从1月3号开始讲哈,大家可能应该还没忘掉, 我们今年一开年,然后呢就有一场非常非常大的雪。 然后呢,这是1月3号早晨7点45分,我来诊所上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外面还下着非常大的雪,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排队的人已经有很多了。 然后呢,我一看数字哈,我们大概到了中午, 比如说中午12点左右呢, 大家看到这边的数字是在外面等着被注册的一些病人。 也就是说已经排队排了100多号的病人呢, 在等着注册了。 这时候呢,已经刷新了我所有在Urging Care工作的一个记录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这么多的病人在等着的, 一般我们可能都是只有大概30,40个,40,50个就已经很多了。 那这个时候呢,已经超过100了。 但谁知道呢,第二天呢,进一步刷新记录, 达到了126个病人在等着被注册。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紧急的出了一些政策, 就是我们中心在开业40年,从来没有过的, 就是要进行停诊了。 因为Urging Care从来不停诊,就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 就是你来了,我就要给你看。 但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病人实在太多了, 就基本上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停诊了。 然后呢,把这些等待注册的这些100多号病人全部看完。 然后呢,大家再看一看,从去年,从一个月前哈, 一个月前12月20号的话,我们就明显地看到了这个COVID的这个case, 就逐渐地增加了。 这里的话,每一行都是一个病例, 就是这个病例是COVID-19,是养性的病人。 如果是这个contact with and exposure,这种是怀疑新冠的, 就是说它检测,快速检测是阴性的, 但是呢,就是它这种PCR检测,核酸检测呢, 我们是要进一步送到公司去做。 所以说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个别的case, 会是这种新冠病例。 然后呢,进一步到了22号, 有些时候连续看诊好多个新冠病人。 那个时候的话,我们所有的这种医生和医生助理, 他们都非常的感慨,就觉得, 哎呀,这个新冠病例怎么是一个接一个的, 真的是心里都非常的慌,那个时候。 然后呢,这个是1月9号的, 我们依旧呢,还有很多的新冠病例。 这大家可以看到, 一般我们现在的病人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新冠病人, 还有一种就是可疑新冠病人。 就是可疑新冠病人呢, 就是在等待新冠的这个核酸的检测。 那在门诊期间呢, 我和大家刚刚说了, 我就用短视频的方式, 因为这个最快, 这样子的话, 跟大家分享, 就是真正的疫情的前线,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视频号, 叫Gincare视频号。 然后这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 今天呢,门诊非常的防茫, 比以前都防茫了很多。 今天白天呢, 已经诊断了伤例的新冠病人。 很忙,真的是很忙。 也就是说, 那个7月份的时候, 有个3例的新冠病例呢, 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了, 已经。 但是谁知道12月份, 大家再看。 大家好, 我是金医生, 我在美国疫情的最前线, 现在是晚上10点43分。 今天我们中心的病人量破级录了, 看了200个病人。 其中有多少是新冠阳性呢? 13个。 这13例, 还不包括送去做PCR的, 这只是快速检测的。 所以说还会有一些新的, 回来阳性的病例。 所以说总共呢, 应该是会多。 在美国疫情的最前线。 然后这里是最新的。 今天是12月20号, 现在是早上8点钟, 我们诊所还没有开门, 外面已经排起了长队。 我们停车场里也停了很多的车, 大家估计很多人是在等新冠检测的。 现在门诊的情况有多少糟糕呢? 我和大家解释一下。 昨天呢, 我上了7个小时的班, 昨天下午。 就在这7个小时之间呢, 我一共诊断了16例的新冠病例。 也就是说有16例的新冠病例了, 那个时候只有半天, 还有流感的病例一起。 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给大家播放所有的视频了。 然后呢, 其中有一次呢, 就是让我自己心里也有点慌。 那什么情况呢? 大家好, 我是金医生。 我在美国疫情的最前线。 今天呢, 我要和大家讲一下昨天的门诊情况,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昨天的话, 我们门诊还没开门, 就排起了100多米的长队。 原来我们门诊呢, 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的。 但是昨天到门诊的时候呢, 1点钟我们就已经停止挂号了。 也就是说提前了7个小时停止挂号。 为什么呢? 因为门诊的病人实在太多了。 下午1点的时候呢, 已经有120个病人在排队等着看医生。 昨天的新冠病人呢, 也是特别多。 我估计看了20多个新冠病人。 其中有一个情况呢, 我要和大家讲一下。 就是有一个家庭, 他们家的4个小孩和他老婆一起来看, 全部都阳性。 开始我还以为我进去看的呢, 只是5个新冠病人。 但是一进去之后呢, 一问他老公也是新冠病人。 然后呢, 他老公也在一个房间。 一个大概12平米的房间里, 有6个新冠病人和我。 那我的装备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口罩。 说实话, 我还是真的有点害怕, 那个时候。 那我原本呢, 是想速战速决。 但是呢, 这些小朋友, 他们都有一些症状, 有咳嗽的, 有头痛的。 我也要必须给他们做一些查体。 还真的是有点害怕, 那个时候。 所以, 现在的疫情是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就是感觉, 是在这些都是新冠病人。 好的。 然后, 最近呢,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新的词汇。 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到了, 这个叫Florona。 什么意思呢? 就是病人同时感染了新冠和这个流感。 这也是一个目前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实际情况。 但好在呢, 这个Omicron教会了大家重新戴回口罩。 所以我在门诊现在看到的这个流感的病例呢, 有所下降。 所以, 像我们计算上每天可能有个一例左右会是流感和新冠同时感染的。 所以你如果还是没有打流感疫苗的呢, 我建议你还是要接踵起来。 然后第二部分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CDC的这个疫情的情况。 这里一个非常好的网站, 就叫做COVID View。 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最新的更新时间是1月14号。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新冠的病例的一个数据统计, 最多的一日呢, 已经达到了将近1.4个million, 就是140万的新冠病例, 就一天。 这个和之前我们去年刚好也是1月份达到高峰的时候比起来的话, 大概至少有个五六倍以上的病人量了。 但这么大的病人量住院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CDC也有这方面的数据统计, 给大家看另外一幅图。 这幅图呢, 就是CDC关于住院的这个统计, 去年1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数据的话大概在1万5左右, 那现在的话呢, 是在2万左右, 大概增加了10%到20%左右。 所以也就是说住院的病人呢, 就是增加的不是那么明显, 这和大家所一直在说的, 这个Omicron可能没有这个Delta那么强势, 那么厉害, 这是原因之一,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呢, 是现在打了疫苗的人更多了, 因为疫苗的话对这个新冠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虽然说有些人说, 这个打了疫苗之后仍旧会感染, 有这方面的担心, 但是呢, 有打过疫苗的人呢, 他体内的话就会有一些记忆细胞啊, 有一些, 有一部分的抗体啊, 在病毒入侵的早期呢, 就可以对他做出反应, 也就是说你可能还会感染新冠, 但是呢, 就是感染了之后, 你的身体反应快了, 就把病毒清除的就会更早, 如果早点清除呢, 就很容易, 就不容易发展成为重症或者住院, 那这么多人住院, 死亡率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CDC这里也有一幅图, 给大家很形象的看, 去年一月份的时候, 大概死亡率的话, 大概是在, 比如说每天死亡的话, 是有4000左右最高的时候, 那现在的话呢, 是在3000, 也就是说住院感染的人, 是之前的五六倍啊, 住院的人是之前的120%左右, 但是死亡的人数呢, 是比之前的少了很多, 那这里面的话呢, 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刚刚我讲过的疫苗啊,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现在我们也有一些, 相应的药物啊, 和治疗, 以及我们对这个新冠的这个认识, 有进一步的加深, 这样子的话呢, 再处理这个疾病起来的话, 处理起来的话呢, 我们就更加得心应手, 就更能够就是帮助好多人走出这个疾病, 好的, 然后呢, 我给大家再分享另外一个网站, 就是Flu, 刚刚提到了一个Flu的情况, 我就简单的看一下, 它也有个关于Flu的一个网站, CDC上面, 这里有个图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就是之前我们12月份的时候, 其实这个Flu蛮危险了, 它已经不断的飙升了, 但是Omicron一来之后呢, 大家赶紧把口罩带回去, 带口罩的人多起来之后呢, 这个Flu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我再回到这里, 那既然疫情现在如此严重, 我们自己如何做好这个防护和这个isolation, 因为最近这个CDC也出了一个新的, 这个quarantine和isolation的一个条文, 就是从之前的10天变成了5天,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 很多医务人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的, 那之前呢, 我们比如说新冠感染之后呢, 我们一般建议病人是隔离10天, 如果症状很严重, 然后呢, 迟迟不恢复的, 我们一般建议病人隔离两周, 那现在呢, CDC的建议呢, 总体上归纳起来是说, 基本上是隔离5天,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5天呢, 是戴口罩, 那戴口罩呢, CDC也用了一个词语, 形容词在前面, 叫well fitted, 也就是说要戴非常合适的口罩, 如果你没有合适的口罩, 其实是你不能够, 就是最好呢, 还是就完全隔离, 那什么样的口罩, 才是比较合适的口罩呢, 在CDC的网站上呢, 有很多非常好的图片, 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里叫well fitted mask, 我们这个点进去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里有一些, 呃, 常见的错误哈, 就是比如说哈, 特别是这种口罩, 现在我们明确认为它是有害的, 为什么呢, 根据现在guideline的话, 如果你是新冠病, 新得了新冠之后的恢复期, 如果戴这种有阀门的口罩的话, 其实是会危害其他人的, 所以说呢, 这种也是明确指出来, 是不能戴的, 在恢复期的病人, 另外一种呢, 还有这种N95, 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呢, N95是非常不合适的, 因为N95需要一个, 呃, 就是密闭性的测试, 它到底是不是合适, 另外一个呢, 就是N95真的是不舒服, 戴久了, 你稍微戴上个一两个小时, 就会觉得脸上的这些, 呃, 都会被亲得特别紧啊, 然后呢, 都会有很很不适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是不适合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戴的, 那我们戴口罩的时候呢, 呃, 一个呢, 是上面的话, 一定要把鼻子遮住, 下面一定要把下巴遮住, 啊, 啊, 然后下面, 比如说小孩子呢, 两岁以下的话, 我们是不要小朋友戴口罩的, 我偶尔在门诊看到, 有些家长也特别小心, 给小朋友口罩戴起来, 那两岁以下的话, 建议不要戴口罩, 然后还有一个, 呃, 就是关于这个双层的口罩的问题啊, 呃, 之前大家都知道, 哎呀, 双层口罩是不是多一层防护, 呃,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呃, 是有一个认知的错误的, 那哪些是错误的呢, 以前我们这种外科口罩不容易获得, 因为比较缺, 但现在呢, 很多, 很多了之后呢, 大家一听说, 哎呀, 是需要戴两层口罩会更好, 他就戴两层的外科口罩, 但其实, 你两层的外科口罩的话, 还不如一层的, 就是比较合适你的外科口罩, 呃, 两层的话, 他不, 并不能提供过多的防护, 反倒是, 是过多的浪费, 还有一些人,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也有些医务人员也有, 就是他把这个, 呃, N95口罩戴在里面, 然后外科口罩戴在外面, 其实这种的话, 也不是CDC推荐的一种, 一种戴法,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错误的戴法, 大家应该, 呃, 我在门诊室见过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都有, 特别是这种大胡子的, 是特别不好戴口罩的, 然后很多人戴在脖子上, 还有些人经常用手去摸这种口罩, 所以说我觉得CDC的, 比如说, 呃, 第二个五天的话, 戴well fitted的口罩, 如果大家真的能做到这样子的话, 那是没问题, 但是现在的比较大的担心, 那是好多人就做不到, 是well fitted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这方面的话呢, 可能再要找一找, 比较合适自己的口罩, 好, 第三个方面呢, 呃,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个人如果不幸感染了, 啊, 需要如何应对, 那我们现在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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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碰到的哈, 就是发热的病人其实不多, 所以我这里没有把它用粗体, 啊, 这些蓝色的, 呃, 我标起来的是, 其实是病人的主数里面更多见的, 特别是现在south road特别的多, 这也是为什么, 呃, 这个Omicron可能就是导致这个, 呃, 这些症状啊, 会比较比delta稍微轻一点, 目前有些研究呢, 也表明这个呃, Omicron呢, 它可能在呃, 在这个喉咙这个地方, 它就已经有很多的吸附了, 然后导致症状了, 而之前的我们这种原始株或者是delta呢, 它可能就直接到肺里面去才进行破坏, 所以说的话, 在喉咙的破坏的话, 那当然是没有在肺部直接破坏的, 它的破坏力大, 那很多的病人呢, 还有这种呃, 呃, 流鼻涕啊, 那这些症状大概是要呃, 大家一个一个的大概过一下啊, 一般如果是发热和这种含胀呢, 我们一般平时在家里被一些呃, 太糯啊, 或者是不入热蜂啊, 都可以啊, 如果是咳嗽呢, 最简单的就是家里可以买点蜂蜜啊, 呃, 因为有些文献, 就是特别是在小朋友身上做的一些研究呢,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条根的这种蜂蜜呢, 也有非常好的, 就是控制咳嗽的效果, 那另外呢, 也可以是一些止咳痰浆啊, 或者这边的mucinexd啊, 这种, 然后如果是呼吸困难这种呢, 呃, 如果比如说你走走楼梯啊, 什么的都有明显的呼吸困难的感染之后, 那可能就需要去急诊室了, 但是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可以测量血氧饱和度的这个小小的仪器的话呢, 那会更好一些,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呃, 这个氧饱和度在92%以下了, 这种的话是需要去急诊室的, 如果只是很轻度的, 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的, 可以用, 呃,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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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般之前是用来治疗哮喘的, 但是对这种缓解症状还是有效的, 那对于疲劳和肌肉痛呢, 呃, 主要还是休息喝水, 啊, 然后头痛的话呢, 也可以用泰诺和布洛芬, 还有就是, 呃, 味觉嗅觉的消失, 这种的话, 大部分病人我碰到的, 他们都会回来的, 而且很多人都在, 在, 都在, 大部分人是在几天之内, 呃, 这些感觉就回来了, 额外非常个别的情况呢, 他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 有些病人可能他这个味觉回来之后呢, 也会比之前的差一点, 那这个sauce root现在是大家最多的complain的, 因为有些时候实在太难的时候呢, 每次喝水啊, 或者吞咽的时候呢, 呃, 都会造成比较大的麻烦, 也正因为此, 呃, 有些病人他的病情的加重呢, 是因为脱水, 就是因为喉咙痛, 比如说进食啊, 饮水啊, 都有困难了之后, 呃, 导致身体的脱水, 脱水之后呢, 他的症状可能就会更加加重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简单的话, 就是用盐水输出口, 还有呢, 我们可以买到的这种lidocin, 就是利多卡因的这种输口水, 啊, 放在喉咙那里输出口, 我们中国人里面还有润喉糖, 有些人也有一点效果, 或者是泰诺和ibuprofen都可以的, 那nazoconductin现在就是鼻子塞得太厉害, 影响睡眠了, 那睡眠不好的话, 无疑这个对免疫力这方面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如果是鼻子塞得特别厉害的, 可以用简单的是用一下生理盐水, 市场上就有这种专门的可以冲鼻子的, 第二个呢, 可以用ephine, 这种是可以消肿的, 第三个呢, 就是一点小基因的激素, 叫flowness, 这个的话都可以帮助congestion的情况, 还有一些人会有一点恶心, 呕吐的情况, 那市面上呢, 容易获得的就是维生素B6, 这个的话对恶心有一点的, 有一些帮助, 那目前这个diarrhea的病人呢, 其实可能我碰到的病人里面, 可能20个人里面, 可能会有一个, 会有diarrhea的, 那这种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吃一点probiotics, 这种的话就是, 因为长期的diarrhea之后呢, 它会把这种胃肠精群破坏了, 胃肠精群破坏之后呢, 也是会影响免疫力的, 另外一个就是要足够喝足够的水, 就是就是这个腹泻呢, 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 只要你给自己补充足充分的水, 再也可以喝这种一些运动饮料, 或加德勒啊这些都可以的, 好, 另外一个方面呢, 大家也知道了, FDA呢紧急批准了两个药, 一个是辉瑞的, 这个我们平时叫它辉药, 另外一个是莫多克公司的, 是一个就是墨药, 这两个药呢, 现在在沃安玛呢, 也是已经有可以拿到了, 那哪些条件, 你就是符合哪些条件可以拿到这两个药呢, 我在我自己的网站上面做了一个总结,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的网站, 然后呢在这个prevention, COVID prevention, 下面的话我就做了一个总结, 这里的话主要有几条, 对于这个辉瑞的这个药呢, 首先你是需要有新冠测试阳性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症状是轻度或者是中度的,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吸氧至少, 如果你需要吸氧了, 那是需要去急诊室的, 第三个呢, 你是有一定的危险因素, 可能会发展成重症的, 那哪些常见危险因素呢, 第一个就是肥胖, 在美国人里面特别多, 第二个呢就是糖尿病, 第三个呢, 你有一些其他的肿瘤啊, 其他的一些慢性病, 或者是比如说最近刚做过手术啊, 就是有些在康复过程当中的, 不幸感染的, 这些都可以称为risk factors, 第三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个药呢, 必须要在症状出现之后的五天内使用, 因为这个药在做临床研究的时候呢, 他就是选的这个人群呢, 就是在前面五天内, 如果是你的症状已经有七天八天了, 那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医生都不会给你开这个药的, 然后辉瑞的这个药呢, 是需要12岁以上, 然后体重呢是有40公斤的, 然后呢, 最好你比如说, 现在如果身体好的时候呢, 去把年检做了, 这样的话你就有自己的这个肛胜功能的这个数据, 如果因为没有这个数据的话呢, 就是有些时候医生可能也不一定会给你开这个药, 第七个呢, 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contraindication, 这里的话会有一个list, 这个不需要大家考虑, 这个医生会做一个衡量的, 那对于这个merc公司的这个药呢, 它是一个是阳性, 第二条也是一样, 第三条也是一样, 第四条也是一样, 就是一定要说五天, 那它跟它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它必须要18岁以上, 才可以用这个merc公司的这个药, 好的, 那如何获取这个呢, 那一个是需要有医生的处方, 医生会根据刚刚我列出来的一些情况去评估你,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药房呢, 比如说CVS, Walking这些地方是没有的, 它只有这个沃安码是有的, 那你怎么知道你附近的这个沃安码有没有这个药呢, 我这里放了一个链接, 大家只要登录到沃安码的这个网站, 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可以放这个叫zip code, 如果把比如说我把诊所的zip code放进去, 就可以看到, 那在这附近呢, 在这个King George这个地方的沃安码, 离我的话大概是34个麦, 就这个地方它是有这个药, 它这个药呢, 也是需要特别的取的,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drive through的, 因为毕竟你已经是新冠病人的嘛, 沃安码也不欢迎你到这个里面去了, 所以呢, 你是需要drive through的, 你到了之后呢, 你是要给pharmacy先打电话, 然后呢, 在外面等, 然后呢, pharmacy再把这个药送出来, 好的, 第三个呢, 第三种治疗方法呢, 就是这种临床试验了, 那我自己本人呢, 从就是很早年, 十多年前, 我就参加了国内的这个临床研究的这种培训班, 然后呢, 来到NIH之后呢, 也参加了NIH的这个临床研究的一个培训课程, 然后去年呢, 因为大家都说, 哎呀, 我们很多这个华人没有, 缺少华人的这个临床研究的数据啊, 什么的, 然后呢, 我刚刚好也碰到了我们这边的一个, 一个PI, 他就是做临床研究的, 所以呢, 在他的一个帮助下呢, 我也去考了一个, 这clinical trial的一个证书,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给帮助大家一起入组啊, 做这个临床研究, 那目前呢, NIH呢, 他有几个studies, 做这种老药新用的, 就是可以, 比如说你不符合这个默科, 的这个, 这个录选标准啊, 或者是, 呃, 这个, 这个药物在你附近的物碗码没有啊, 那可以考虑, 呃, 来这个参加这NIH的这个study, 那之前我帮忙完成的, 就是这个, 呃, 默克公司这个药, 我也帮忙入组了好几个病人, 然后如果大家不幸感染的新冠呢, 目前我也有自己的诊所, 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呃, 可以跟我们诊所联系,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通过个远程, 远程会诊, 远程会诊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你介绍, 呃, 进入这个NIH的study, 然后他会给你提供免费的药物和这个血氧监测的一系列的东西, 好, 最后来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哈, 就是很多人有疑问, 这个will, will Omicron wipe out Delta, 就是说这个Omicron到底能不能干掉这个Delta病毒呢, 然后能不能这个结束这个疫情呢, 这里其实是两个问题哈,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能不能干掉这个Delta, 大家现在看到的, 看右边的这个图呢, 我们目前这个Omicron呢, 已经占了绝大多数啊, 99.5%, 也就是说Delta只剩下了0.5%的比例, 那我们如何知道这个Delta是不是被干掉了呢, 因为现在的激素比较大, 虽然说是0.5%, 如果有个非常大的激素乘上去的话, 它的病例数量其实也是蛮可观的, 那它这个数量到底有没有下降呢, 我在这边给大家做了一个计算哈, 这个计算呢, 是基于12月18号左右的这个数据, 12月18号左右呢, 我们刚好是这个Omicron和这个Delta, 势均力敌的时候, 那这种这个时候呢, 我们总的每天的病例数呢, 是在20万, 那现在呢, 我们总的病例数是在80万, 那在20万的时候呢, Delta的它的比例呢, 是在60%, 60%乘上去之后, Delta的病例数差不多是有12万的比例, 那现在呢是80万, 它乘上0.5%之后呢, 它其实只有4万, 也就是说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的话, 这个Delta的它的绝对病例数的话, 从12万降到了4万, 也就是说它是有明显下降的, 但因为总的激素比较大, 其实Delta的这个比例, 这个数目呢也是挺可观的, 那第二个, 至于这个Omicron能不能结束这个Pandemic, 现在是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个病毒的变异它是一直存在的, 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变, 我们也不清楚,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呢, 就做好防护,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目前的住院率也下降了, 然后死亡率更是下降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应对方案了, 有很好的药物啊, 疫苗啊, 即使它再怎么突变的话, 我们以后也能够很好的应对, 那最后呢, 我非常感谢大华府社区健康中心, 给我这么一次机会, 组织了这么一次活动, 和大家一起分享, 过去的半年一年的这些经历, 那疫情呢, 中将是会过去的啊, 但是呢, 这疫情给全民的健康科普效应呢, 我觉得会让很多人受益, 我们整也确实感受到了, 因为好多人就说, 哎呀, 好多年都没做体检了, 然后赶紧来做做体检, 那我们的这个理念哈, 是叫健康长寿, 预防是最好的逻辑, 我也想和大家一起, 把健康的这个事业呢, 做好在我们的大华府地区,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感谢金医生给我们带来的, 这么多有用的信息哈, 感谢你们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有用的信息,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进入我们的问答环节, 下面一个问题呢, 还是要回到Dr.金医生这边, 请问一下金医生, 他想问的是口罩需要每天都更换吗, 换新的吗, 我不知道这里指的是布口罩, 还是我们的医师性的医疗口罩, 对, 如果是这种医疗口罩的话, 你每天如果戴的时间, 比如说有戴过好几个小时了, 那第二天最好是换掉, 如果你只是偶尔戴一下的话, 我觉得你挂在那里也可以, 挂在比如说车库里面啊, 第二天出门的时候也可以戴, 但没有关系, 如果是布的的话, 最好你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要清洗掉。 还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是学生口罩每天换新还是放一周或重新使用, 据说说N95或KN95放了七天后再戴是可以的, 我没有听说过, 所以金盛你也说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口罩我们都不缺了, 不像刚开始疫情的时候特别缺, 然后我们比如说放一周, 然后七个口罩, 就是轮一周再轮一周再轮一周, 现在其实没那么缺了, 就是而且你这个N95我是不是不建议这种学生啊, 或者一般的人去戴的, 我自己其实在门诊, 大家看到我的视频啊, 我也只是戴KN95, 因为戴N95戴一天的话, 我都受不了的, 我都受不了的, 所以说呢, 这个KN95呢, 它也有大小和脸型有关系的, 所以说你可以可能多要, 可能少量的多买几种, 之后呢, 试一试哪一种的话, 戴上去之后, 比如说你说话的时候, 它有一点点像是你感觉吹一个布袋子, 不是一张一盒, 一张一盒你说话的时候, 这样子的话, 就觉得这个紧闭性应该还可以了, 如果你随便吹一吹说说话的话, 这些地方都是很多风露出来的话, 那很明显这口罩是太大了, 所以说要找一款合适自己脸型的口罩的话呢, 然后呢, 可能就固定的用那一款口罩, 这样子的话比较好。 好的, 谢谢, 有人根据这个问题, 还问了一个follow up的问题, 可以用每天用酒精喷一下吗? 没有用, 你是说布的还是? 我KN95口罩, KN95没有用的, 就是说反正就是抛弃型的了, 对啊, 对啊, 本来它就是属于抛弃型的口罩嘛, 它其实以前, 那时候是没有足够的N95, 所以他们想出来各种消毒的方法, 比如说放在这种200度, 然后放几分钟, 然后可以刷灭多少, 或者是用紫外线刷灭多少, 现在好像这个都不是, 已经不是问题了, 翻篇了, 现在是更找到适合自己脸型的口罩, 这个是最主要的, 感觉这个口罩要陪伴我们一段时间还有, 嗯, 他们女生说这个化妆的时间就省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这位audience, 他说想找一个离他家附近的家庭医生讲中文, 他住在Friendship High, 我不知道Friendship High具体的地点在哪里, 应该在马里兰, 在马里兰嘛, 在马里兰, 对, 马里兰华人医生挺多的呀, 嗯, 我想还是刚才那个金医生和陆提出, 提出那个, 也是要问一下你保险公司, 有哪些医生是在你的innetwork里面, 啊, 今天我们所有的讲员的, 哦, 下面有一个问题出来了, 请问一下金医生, 有朋友打了加强针也感染, 我们必须要打booster吗, 还是有两针就可以, 我想这是很多人问过的问题, 对对对, 它是这样的, 就是打和不打呢, 是有质的差别, 就是你只要是打过了, 就证明你这个身体已经接触过这个, 类似于病毒的这个东西, 这样的话呢, 你身体内多多少少, 可能会有一些T细胞啊, 有一些机器型的B细胞啊, 就是有一点准备在那里, 就是比如说准备应战了, 就是你有一点点武器在那里了, 这个和你完全没有武器呢, 是差别是非常大的, 是质的差别, 那至于你打不打加强针呢, 就是你这个武器是多少储备在那里, 就这个关系, 然后你打了加强针呢, 你就当然更多了, 但是目前的证据是说, 它不能够预防感染, 就是说可能病毒进到你体内, 就是说你可能不可能, 按照你这个现有的这个储备, 不可能在顺时就是把它全部杀灭掉, 所以说呢, 它可能会有比如说半天, 一天, 两天, 三天, 就这么一个时间, 就是让这个身体把这些病毒给清理掉, 这就是说你有感染了, 但是呢, 你有这么充沛的储备之后呢, 你就把这些东西在短期内都杀灭了, 杀灭了之后, 你身体就是发展成重症的可能性就少了, 这个的话, 打是一定要打的, 打加强针呢, 你就看你自己, 你想给自己储备多少武器了。 谢谢。 经理。 苏林, 请说。 我想follow这个question, 可能我的一些朋友也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有的人打两针, 有的人打了boost, 就是说打过两针的人呢, 还没有打boost的之前, 他们得到感染。 感染以后呢, 很快恢复了倒是运气, 就是对这些人呢, 他们还需要打boost, 如果需要打boost的, 最好等多长时间打boost, 是等五个月呢, 还是六个月以后打, 还是可以症状恢复以后, 就可以去打boost, 就是说他肯定是在第二针打完以后, 有五个月的时间, 五到六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之间, 他感染上了这个, 我想这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是的, 对对对对, 的确这一部Omicron的话, 让好多人都感染了, 不管你是打过两针呢, 还是打过三针呢, 那我门诊也碰到这些人, 我虽然没有, 我这边没有说很好的这种数据来支持, 但我的, 根据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呢, 我一般是推荐病人, 比如说你, 不管是打了两针, 还是三针感染的, 等于你恢复了之后呢, 至少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你如果要打加强针的话, 让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 稍微 calm down一点, 然后再打这个加强针, 那至于你说要等一个月, 还是等三个月, 还是等五个月更好呢, 这个我们不清楚, 但我一般建议是先等上一个月, 这个也是比如说, 根据其他以往疫苗开发的, 比如说你很多, 像我们打的这个乙肝疫苗, 也都是第一个月, 然后第零天, 然后第一个月, 然后再第六个月, 然后我们辉瑞或者莫德纳, 它也是第一针和第二之间, 它也是给他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我觉得可以等上一个月,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你, 我想有个朋友在这里提出说, 要买, 要发一个购买口罩的链接, 我想现在口罩应该在, 我们附近的超商应该都有的, 买了吧, 对啊, Amazon上很多, 各种各样的, 对, Amazon上有一个担忧, 就是不知道他们的质量怎么样, 但是我想说, 可能应该在Walmart这些地方, 应该是有的购买了, 经济上能不能再说一次, 就是说关于口罩购买方面, 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照你刚才稍微说过一下, 我想说你最后来一个总结一下, 我觉得还是, 虽然说不是完全同意, 比如CDC推荐的这个五天五天, 但是他如果是在第二个五天, 就是戴口罩可以出去了, 他的下来的定义就是Well-fitted mask, 如果你真的是能做到这个Well-fitted mask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我自己本人在门诊的话, 我估计接触的病人, 没有三万, 也至少好几千了, 但我也就是说戴口罩, 我也要戴N95口罩, 那时候刚开始疫情的时候, 我还戴这个N95口罩, 那时候还没什么病人, 其实你基本上不可能接触到病人, 当时戴的是N95口罩, 现在后来接触到很多病人, 其实我戴的是KN95口罩, 我觉得也还可以, 只要它这个东西适合你, 它Well-fitted, 其实它传染的概率就很低, 而且一个人还有指出来的, 就是这个戴阀门的这个东西, 一定要注意, 就是因为很多人, 因为现在感染人太多了, 就是你如果你是感染了, 然后你又戴着阀门的, 那你就是去传播病毒去了。 谢谢, 这个下面一位朋友问出了一个, 跟我们上一次讲座同样的问题, 请问疫苗是混打更好, 那还是打同一种更好, 我想应该你指的是加强针吧, booster是混打, 那还是同一种比较好, 如果对booster来说的话, 我觉得, 我记得K上次是说, 可以混打,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补充, 立新在不在, 立新呢, 我想这里呢, 也把立新拉出来一下, 他立新呢, 是我们, 也是我们团队的一名义工, 那他呢, 现在是在FDA, 他也有, 像疫苗approval方面的一些信息, 那立新有没有一些补充的, 在疫苗混打方面, 可以上次总结还是不错, 我, 好的, 谢谢你, 我再, 补充两句吧, 立新能不能把, 那个video打开呢, 可以, 是讲两个意见, 第一个刚才有人问那个, 得了感染以后, 那个booster大概隔多久要打, 一般建议是一到三个月吧, 可以推迟到三个月, 因为一般来讲, 你得了新冠以后, 或打了booster的以后, 它都会产生抗体, 抗体的伴帅期, 一般大概是两到四周, 所以说一般到三个月, 它即便下降, 也下降的不是那么很快, 所以说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原来在Omicron出现之前, 你打加强针很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没有抗原飘移, 所以即便对那个data, 它有90%的保护作用, 但是Omicron出现以后, 因为出现了抗原的漂移, 所以这个原来育苗产生的抗体, 对它的保护作用已经不大了, 所以说就会产生所谓叫突破性感染, 刚才金医生讲的对, 你打了两针, 或者甚至打了三针以后, 因为你身体里面, 有免疫这个记忆性的T细胞, 那么在三天以后, 它会发挥作用, 所以就尽量地减少你的症状, 那么B细胞在10到14天以后, 又产生抗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打了疫苗以后, 你即便感染了, 那么你转重症, 和甚至那个ICU的几率大大降低的基础, 那么关于疫苗的混打的问题, CDC没有具体的建议, 它提倡可以打你原来的, 也可以打混打, 只有一个它建议比较强调的, 就原来你打的是Junson Junson的, 这个以腺病毒为基础的疫苗, 建议大家只能打MR为基础的疫苗, 就是Fizer或者Modona, 不建议强生再打强生, 那么两个原因, 一个你再打强生, 它本身产生抗体的低度就低, 另外一个, 因为腺病毒抗体本身, 你再打腺病毒抗体, 它会产生一个叫Drag的抗体, Antidrag Antibody, 本身对你的效益就有影响, 但至于你打了MR疫苗以后, 你继续打原来的Fizer或者打Modona, 没有比个区别, 但是因为Fizer一直用的是30, 30,30, Modona用的是100,150, 所以已有的数据看来, 你打了两针Fizer以后, 再打Modona抗体的低度, 比你连续打三针会要高一点, 这个就是目前的情况, 谢谢。 谢谢丽兴, 也谢谢金医生。 我再补充一个, 还有一些部分人是从国内打了疫苗过来的, 就是说打了两剂的国内的疫苗, 那这边打加强针的情况, 目前的确有些文献报道, 我在公众号上也有篇文章总结了一下, 就是如果是打了两针的这种国内的疫苗, 然后再打这边的MIN疫苗的话, 它的效果其实是蛮好的, 所以说如果从国内过来的一些人还在犹豫的话, 那打这个MIN的加强针打算的话, 应该是效果蛮好的。 对,国内是科兴, 科兴疫苗, 科兴疫苗, 或者和国药, 他们都是灭活的疫苗, 对, 因为他们本身自己不一样, 你这边用MIN疫苗追加一下, 效果应该很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之前热线电话也收到不少人问这个消息, 因为从国内刚过来了, 然后呢, 他们就非常担心, 问了我们说打完科兴疫苗后, 能不能打这边的MIN疫苗, 还是要继续打强生, 所以我们后来多方面咨询, 还是建议他打我们这边的MODENA或者FIDER, 下面一个问题是问到, 这个我想大概理解, 测试的准确率有多高, 你是想说, 新冠测试的准确率有多高, 有的人第一次第二次antigen crit test是阳性, 第三第四就成了阴性, 有没有解释一下金医生? 两种, 现在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是这种快速检测的, 快速检测的话呢, 它如果是测出来是阳性的, 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阳性的, 它的这个准确度还是蛮高的, 另外一个如果测出来是阴性的, 那我们可能就存在一定的假阴性的概率, 这个是我们常规为什么要再送一个核酸检测的原因, 如果是直接PCR检测的话呢, 它还是总的, 它的那个敏感性和特异性都挺高的, 所以就还是比较准确的, 我们的确碰到有一些临床上很难解释的一些情况, 就比如说有些人当天做了一个快速的检测, 然后呢做出来是阳性的, 结果呢他坚持要送个PCR的检测, 结果PCR检测回来是阴性了, 他就觉得到底该相信哪一个,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现在不是家里现在都有自己可以检测的试剂盒吗, 来测一下阳性了, 那他到我们诊所来, 来测一下, 再验证一下, 那阴性了, 快速检测阴性了, 那到底该相信哪一个, 然后这种时候我们一般都在送个PCR检测, 在就是icebreak, 就是看看到底是哪一个更准确, 但一般来说只要是你有症状了, 即使你是快速检测, 它做出来是阳性的话, 它的可信度还是蛮高的, 但是你如果是没有症状的, 你做这个快速检测, 如果是阳性的话, 它可能存在比较高的这种假阳性的可能性, 然后像第一个, 有些病人还有些是, 他是今天测这个, 明天测那个, 因为这里面还存在, 比如说这个病毒到底是多少时间, 刚好有些时候你刚好卡在那个点上, 就是今天还有病毒, 明天病毒差不多就被消除了, 就是他觉得今天测了一个阳性, 明天就阴性了, 那昨天测那个是不是不准, 就有些人就在这里面, 一个一点死循环了, 就是这种, 就是人有些时候太担心了之后, 有些人就会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觉得还有加上一个病, 这个新冠病毒有一些负面的印象在那里, 所以很多人就努力的去, 就证明不是阳性, 但我觉得无论是结果是怎么样, 就是说如果万一任何一个阳性都保持隔离, 我觉得都没有错, 就小心一点, 对, 没错, 好, 下面呢是一位我们的Helen提出来的问题, 她说请问打了两阵后, 她一直都有过敏反应, 我想是什么样的过敏反应, 看来如果在场, 或能稍微用两秒三秒钟, 稍微说一下你有哪些过敏反应吗, 然后呢, 想问一下还可以继续打booster吗, 我不太知道她, 因为她没有说是什么样的过敏反应, 估计也不会, 我现在可以说话能听到吗, 哦好, 您说吧, 您好, 您好, 金医生好, 就是我6月30号打了第二阵pooster以后, 我就是那个翻了三天烧, 然后就一直, 嗓子里不停的有弹, 这个很严重的弹, 然后鼻子嗓子都有反应, 耳朵眼睛就是那种, 像花粉过敏一样, 但是我是6月30号打的, 但我一直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 一直这, 而且看了很多医生, 也都看不出气质性的问题了, 他们就, 我想就跟我讲大概是这个疫苗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就没有敢打第三针, 我就想问一下我, 金医生是不是, 我可以不打第三针, 而且我前几天测了, 我的那个, 就它是那个, 我不知道是抗体水平是1300多, 我还需不需要打第三针? 首先这个抗体的水平, 它现在一直都没有一个定义论, 就是抗体到底是多少以上有免疫力, 所以说测这个抗体, 我们在临床上现在都是不推荐的, 只是纯属满足好奇心, 就是有没有抗体,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比如说, 你这种发热好几天, 这种情况的话, 临床上不多见, 不多见, 那具体的, 它真的是跟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关系的, 其实我们也很难做一个论断现在, 特别是比如说, 你以前有过类似的过敏反应, 有过类似的症状的, 你打了之后又发生了这个, 那是巧合呢, 还是这个真的是疫苗引起的呢? 这个问题的话, 估计在接下来春天到的时候呢, 还会有更多, 就是可能跟你类似的这种情况, 那你自己这个要不要打第三针呢? 我真的是觉得可能要根据你自己对这个风险和收益做一个评估了, 就是比如说, 如果你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相对还比较安全的, 周围的人好像也都打了疫苗的, 然后呢你可能也上班就在家里上班的什么的, 那你觉得哎呀这个打疫苗的风险比这个收益更大了, 那你可以厚得住, 如果是你还是要去接触很多人的, 然后呢有些人还是一些比如说高位人群啊, 或者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你打第三针的收益就高一些, 然后风险呢, 你可能就会去承受那个风险, 这主要是还是根据你自己本人吧。 好的, 谢谢。 希望回答到您的问题哈, 下面我想问一下金医生, 感染之后身体会产生抗体, 自身产生的抗体能维持多长时间? 我想刚才已经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回答过了, 金医生能快速的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对, 刚刚那个这个徐, 徐立新, 徐博士, 对对对, 徐博士他已经回答过了, 基本上是一到三个月, 基本上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了, 就是三个月之后呢, 你该打的还是要打上, 好, 谢谢, 还有这位有位热心的朋友想问一下金医生, 你可以公布你的公众号是什么吗? 其实我记得在群里我常见到, 对对对, 就叫逻辑医学, 就是逻辑的逻辑, 然后医学, 逻辑医学很简单, 对, 好的, 下面问题是他也为朋友说他的朋友三次检测阴性, 已经是新冠了, 结果过了七天, 他的那个饱和度, 氧气饱和度降下来了, 降下来, 然后出不来气, 才检测出阳性, 那么为什么在第一过程中, 他检测不出来, 是不是耽误病情了? 对, 这个各个别的情况, 有些时候比较难分析了, 就是他这个数据也比较有限,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比如说有好些人就是检测了好多次之后, 终于阳性了, 其中最可能那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前面比如说在这个做这个试子, 做这个的检测的时候, 他取样的时候, 有些时候都没取到, 这个的话跟比如说取样的人有关系, 有些人大家还记得如果刚开始的话呢, 大家都这个取样的时候都差不多插到脑子里面去了, 都插得很深的, 那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做了, 基本上都在鼻子这里, 有些时候他取到了, 那就检测可能检测到, 有些时候取不到, 他就没检测到。 基本上NIH现在的检测还是在这里面, 那一手的深度。 对, 我想我们现在呢, 回到时间关系, 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 这位叫Doris的朋友说, 他说校长打电话来说, 他女儿八岁, 上周在学校检测阳性, 因为我们学习公立学校有些screening test, 我们回家以后立刻全家自测, 全部的阴性没有症状, 怎么回事, 应该全家都打了疫苗了吧, 我觉得。 对, 如果其实, 所以这个也挺浪费的一些时候, 目前的推荐, 其实是如果你没有症状的话, 是建议不做检测的, 如果你打了这个, 已经打了疫苗的这种情况, 观察就可以了, 虽然说难度挺大的,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感染, 特别是小孩感染, 如果这个家长能保持不被感染, 就跟我刚刚给大家放的那个超级玛丽那幅图一样, 很难躲过的, 但是呢, 你反正只要打了疫苗, 然后呢, 你把口罩啊, 各方面都戴好, 还是有些家庭, 他最后就没有感染了, 或者是他也可能感染了, 就没什么症状, 他就也就过去了这个事情, 就是所以说呢, 总结一句话还是, 如果打了疫苗的, 没有症状的, 是不需要去做这个检测的, 本身做这个检测也不是那么准确, 好的, 时间关系呢,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严重超时了, 真的是很感谢各位能, 今天呢, 真的是抽出时间来, 花了两个多小时, 跟我们在一起分享, 我们社区最新的信息,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Dr.Gin, 谢谢Lilxin, 好, 大家晚安, 晚安, no problem, 晚安, ado buy, 大家晚安, 顾的顾对面, 简直播剧问题里面,